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一档音乐人之间自由组队的节目 有点类似于我们的歌和乐队的夏天结合版 目前闪光的乐队只播出了一期 27位音乐人都已经登场亮相了 可以看出大家的状态都很好 等各自组队以后会带来更精彩的表演 在27位音乐人中 有四位是中国好声音的毕业成员 他们是2012年亚军吴莫愁 2013年四强金润吉 2014年冠军张碧晨 以及刚刚毕业的2021年亚军王静文 这四位选手的发挥都不错 尤其是吴莫愁 金润吉 张碧晨的发挥 可以说用经验来形容 目前节目播出了三期 第二场音乐节落下帷幕 12个乐队将重新分成9个乐队 参加下一场音乐节的敬演 在第三期节目的最后 主持人华少告诉所有闪光音乐人 第三场音乐节将有踢馆乐队加入进来 也就是说一共有10个乐队参加第三场音乐节 排名垫底的乐队将有轮空风险 音乐综艺节目中设置踢馆环节已经见怪不怪 之前的《我是歌手》有这个设置 《乘风破浪》的姐姐也有这个环节 没想到闪光的乐队也搞了这一套 虽然不新鲜 但是倒是挺刺激 既然有踢馆乐队加入 网友们都想知道 参加下一场音乐节的踢馆乐队 是由哪些歌手组成的呢 节目没有透露 不过已经有知情网友爆出了踢馆阵容 分别是极客俊一 黄霖 胡蒙舟 对于这三位歌手 有两位大家都很熟悉 一位可能不是那么熟悉 极客俊一就不用多说了 好声音元老级学员 第十季好声音导师助教 随着极客俊一的加入 第十季好声音的四位导师助教 就来了三位 还有吴墨筹和张碧晨 难道黄霄云后期也会以 踢馆歌手的身份加入吗 黄霖大家也很熟悉 他最出圈的歌曲就是那首嗨歌 黄霖和极客俊一都参加过 《乘风破浪》的姐姐 有组团经验 所以参加闪光的乐队这样的节目 应该是得心应手 非常期待他的表现 唯独最后一个胡梦舟 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熟悉 其实胡梦舟也参加过好声音 是第二季于成庆战队的学员 可能由于前几季都是神仙打架 所以表现并不亮眼的胡梦舟 并没有被多少人记得 胡梦舟跟马银翼合唱的那一首 《素》之前在网上很火 很多人应该听过 胡梦舟之后还参加过我们的乐队 看来都有乐队经验 难怪会被节目组邀请 极客军艺 黄林胡梦舟 组成一个踢管乐队 看起来还是很有实力的 三人风格完全不同 应该能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不知道他们在下一期节目中 会呈现出怎样的表演 我们拭目以待吧